超越演算法 盡修世界大事 15分钟播音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听坚尼地球同盟15分钟环球新闻 现在由腐立言及AI类主播为大家报图 这一节的新闻重点有 英国工党预算案刺激经济 专家指成效有限 北韩增援乌克兰前线 乌总统警告战争影响扩大 印度百人被返运参加俄军 辛德里争取俄罗斯遣返 欧元区第三季经济增速超预期 德国意外被开衰退 美加指控印度下令杀害石克教分离主义者 苏格兰政府拒绝再调查斯瓦晴 在野党不满 Reddit季度盈利破纪录 强劲用户增长与广告收入助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英国工党预算案刺激经济 专家指成效有限 英国财政大臣李允程昨天推出工党执政后首份预算案 只在重振财政纪律刺激经济 但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指出 该方案的影响可能仅限于短期 未来增长将会减弱 预算办公室预测2024年经济增长或达到2%的高点 但随后几年将会下降至1.5% 到2028年总体经济增幅近为8.2% 低于先前预测 有财经智库形容刺激效果耿于能量饮料的糖分冲击 李允程表示 政府计划在本届议会结束前每年增税410亿英镑以支持公共服务开支 但这些政策只在增加英国经济供应能力 并承诺不会恢复紧缩政策 但坦然未来仍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此外 李允程表示 会通过新建设的国家财富基金 引入700亿英镑的投资 推动英国基础设施建设 并和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及地区市长合作 推动地方和区域经济 然而预算办公室指出 预算案需求增长可能在短期内抬高通胀和利率 影响经济长期稳定 办公室另外预测 去到2029年通胀率将会略高于英格兰银行设定2%的目标 经济增长对政府的施政能力至关重要 如果经济增长疲弱 未来可能影响支出和减税的空间 预算办公室也强调经济增长预测受多重因素影响 例如地缘风险、能源价格和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动态 并且预测该项政策在2032年之后 或者逐步可以实现更稳定的经济增长 北韩增援乌克兰前线乌总统警告战争影响扩大 乌克兰总统习年斯基星期二警告 北韩数千名士兵预计将增援俄罗斯军队駐守在乌克兰前线 令这场接近三年的战争进一步超越交战双方的边界 西方情报显示,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遣大约一万名士兵 并可能影响印太地区的局势,包括日本和澳洲的安全 扎连斯基和南韩总统尹悦通话时表示 已有约3,000名北韩士兵部署 在接近乌克兰前线的俄军基地,预计兵力将会增至12,000人 美国亦证实,一支相对较小的北韩部队 已驻守在俄罗斯的富尔斯克地区,并有数千士兵陆续抵达该区 支援俄军压制乌军进攻 扎连斯基和尹錫悦同意加强情报共享 并研究具体应对方案,以回应平壤的介入 南韩政府近日加强和北弱、美国和欧盟的联系 并警告如果北韩持续支持俄罗斯,可能会考虑提供武器援助乌克兰以示反击 扎连斯基在Telegram发文指出,唯一的结论是 这场战争已经国际化,并超越了乌昂两国的边界 印度百人被返运参加俄军,新德里争取俄罗斯遣返 莫斯科什报报道,最近俄罗斯国防部已经释放了85名受骗入伍的印度公民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向记者透露,目前约有20名印度公民滞留在俄罗斯军队 印度政府正加紧和俄方谈判,促成所有印度人早日释放 外界估计俄罗斯可能已经征召数千名外籍士兵参与乌克兰战士 其中也包括印度鄰国尼泊尔大批贫困人口 印度斯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指,印度总理莫迪在黑山举行的金砖峰会上 曾经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这个问题 另外在今年7月,莫迪访问莫斯科时已成功说服俄军释放45名印度人 印度的执法机构估计超过100名印度公民被人口返运至俄罗斯 他们被告知可以在俄罗斯找到工作或进入一些可疑的斯立大学就读 印度警方已突击搜查并且拘捕多名涉案的嫌疑犯 以至少9名印度公民在乌克兰战争中丧生 欧元区第三季经济增速超预期,德国意外被开衰退 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0.4% 远超经济学家预期,欧盟两大经济体法国经济扩张强劲 而德国亦有轻微增长,摆脱了衰退风险 相比之下,意大利的经济则表现疲弱,受淨贸易赤字拖累,增长持平 这次增长数据意外强劲,可能会支持央行保持四分之一个百分点的缓步降息 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长期面对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企业普遍认为高昂的能源成本,过度的管制和技能短缺是主要障碍 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消费者选择储蓄多于消费,但第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 家庭和政府消费增加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至于法国,因为奥运会带动家庭消费,但深入数据显示,同期投资下降了0.8% 另有数据显示,9月消费者支出增长放缩 这些领域的持续疲怨是税收收入大幅下降的关键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法国公共财政的压力 美加指控印度下令暗杀石黑教分离主义者 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莫里森星期二向国会安全委员会成员证实 印度内政部长沙瓦被指下令在加拿大境内对石黑教分离主义者进行暴力威胁和情报活动 尽管莫里森并未透露加拿大掌握沙瓦涉案的具体信息 但这一项指控延续了加印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 总理杜鲁多去年指,加拿大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印度政府特工涉及2023年6月 在卑斯省谋杀加拿大石黑教领袖贾尼 印度政府坚称未收到具体的证据,并且斥责指控荒唐 但在同一时间,美国司法部宣布刑事检控一名印度政府雇员 这名雇员涉嫌策划暗杀纽约市的石黑教分离主义领袖 蘇格兰政府拒绝再调查斯雅晴在野党不满 蘇格兰首席部长施荣禮近日拒绝了由法官主导公开调查前任部长施雅晴是否违反部长首席的呼吁 近日,一份由爱尔兰独立顾问发表的法律建议引发新一波争议,反对党议员质疑这个调查的独立性 该法律记录显示,一名苏格兰政府公务员被借调去调查团队工作,并持续与施荣禮保持联系 苏格兰政府表示,这类安排僅限于处理后勤事务,并属正常操作 苏格兰保守党和工党都呼吁应对施雅晴是否违反部长首席的指控 进行由法官领导的公开调查 然而,施荣禮强调,他绝对无意同意这个要求 这件事的争议可追溯到2020年,当时 苏格兰政府因应对前部长薩蒙德提出的民事案件妥协,向他支付了50万英镑的法律费用 随后,施雅晴下令审查他和薩蒙德之间的交易 薩蒙德已于今个月在北马其顿撤死 Reddit季度盈利破纪录,强劲用户增长和广告收入助攻 在香港被誉为美国年登之称的社交网站Reddit 在第三季度录得历史记录的2,990万美元盈利 同比增长68% 这是该公司成立以来首次录得季度盈利 在年初上市以来,Reddit最初在市场上亏损超过5亿元 但它的亏损已经逐步缩细到上个季度的1000万美元 并且最终在这个季度实现盈利 Reddit第三季度的每日活用户数增加到超过9700万 比去年同期增长47% 据该公司报导 该季部分天数日活动数量甚至超过1亿 广告收入是盈利的最主要驱动力 此外数据授权协议也贡献了3320万美元 这个主要是来自Reddit和Google以及OpenAI的合作协议 允许这些公司使用Reddit的内容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这一节的坚尼地球同盟15分钟环球新闻报导完毕 我是傅立言,再会 《我的香港回忆》除原价说文章 以及Simon会客室 其实当年的所谓公司合营 有点骗骗骗骗骗的 其实不只是上海全国范围 例如有很多北京老字号的药材谱 有些祖传秘方 当初的说法是要贡献国家 以及大师班的会员独家专属影片 其他会员独家福利包括 《会员独家福利》 其他会员独家福利包括 會員直播網聚、堅尼地鋪、堅尼地學院課程的折扣 以及免費獲得端傳媒、魚水桂刊和英文報刊的會籍等等 在這個動盪時代,提高國際視野至關重要 立即訂閱堅尼地球、沈旭輝Patreon 掌握全球動態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